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作品是 《來自未來的吹風機》 大家是否有吹頭髮吹太久不小心燙到的經驗呢? 豈只會燙到啊,一不小心就會引發火災呢? 那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下 因吹風機而導致火災的新聞 大火迅速延燒,幾乎房子都是燒光了 住在裡頭的婦人還有她一對兒女 一家三口是即時逃生的 而火警原因疑似是婦人的女兒 因為天氣冷用吹風機去暖背 卻忘了關電線走火引發火事 天氣冷使用電器也真的要小心 就有一名63歲婦人天氣冷 她用吹風機來吹腳 吹到都過熱斷電了,她插頭也沒拔 放在床上的吹風機半夜就起火了 整個房間燒了起來,整棟大樓住戶驚慌逃命 我們想想還有什麼情況下會導致類似的事件發生呢? 小孩子玩吹風機 因為遇到停電,沒有關閉掉電源 就離開了 當附電時,吹風機重新啟動 周圍的易燃物就會發生危險 像身邊這位先生直大夜班剛回到家 吹頭髮吹到睡著了 沒有關閉電源就將吹風機擱置在了沙發上 至於為什麼會睡著呢? 那是因為吹風機所發出的聲音屬於白噪音 會有一種催眠的效果 以上皆是吹風機被閒置過久 且並未關閉電源而導致悲劇發生 現在市面上的吹風機 大多是利用出風口處的雙金屬片來判斷是否過熱 但是這樣還是並不安全 並不是說這樣的設計不好 但是經過實驗,發現本音在130度就停止了吹風機 在停止後,周圍的溫度已達到175度 在4分鐘之後,因內部降溫而自動啟動 此時周圍的溫度依然持續上升 所以很明顯此設計得成效不彰 那我們思考該怎麼解決呢? 在經過我們的一番思索得出了改良的方法 那就是以是否為使用中作為判斷基準 通常吹風機在使用中都會搖晃吹風機身 以避免某副人的頭髮未乾或是過熱 這表示,只要是正常使用就會搖晃吹風機 當吹風機停止搖晃過酒時 油原始目標會過熱甚至起火燃燒 所以說,只要在停止搖晃過酒後斷電 就可以避免以上問題 這樣不管是停電還是太累 又或是被小孩子拿來當玩具 都不會發生過熱或是燃燒的情況 既然講完了原理 那麼就來看看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當正常使用時,就像一般吹風機一樣 閒置時,吹風機就會自動斷電 只要再搖晃即可重新啟動 觀察我們的作品介紹就到此結束 感謝您播控觀看,謝謝!